大家好 看到封面是否觉得很特别呢? 原来油炸鬼也可以做糖水的 这个糖水材料非常简单 就是这三样东西 油炸鬼就要用隔夜的油炸鬼 如果你有片糖就最好用片糖 我没有就唯有用红冰糖代替 还有一只鸡蛋 首先我们将隔夜油炸鬼切成一块块 把鸡蛋打散 然后在锅里加点水 再把红冰糖或者片糖放进去 用中火煮溶糖 用中火煮溶糖 糖溶完之后 就可以放入油炸鬼 让油炸鬼煮至软 像现在这样 油炸鬼已经软软软 就可以关火了 我们这个时候 就可以加入鸡蛋 加鸡蛋的时候 慢慢加 不要一次过加太多 一路加一路搅 鸡蛋花才会够细緻 够漂亮的 就好像我们之前做冰花马蹄露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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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闻这个糖水 是港州的一个地道糖水 不知道有没有 港州的网友有喝过呢? 如果有的话 记住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知道 这个油炸鬼糖水 吃下去就甜甜的 还有它的口感也挺滑的 而且它的口感也挺滑的 而油炸鬼的质地就不同了 变了淋淋的 也挺特别的 如果你都想试试新东西的话 可以试试做这个油炸鬼糖水 也不想试试说